彭彭的非常帽子 李珍和 住在粉红砖房里的彭彭没有帽子 爸爸妈妈小弟弟村里其他人都有帽子 唯独彭彭没有帽子 不过彭彭的耳朵与众不同 某天小弟弟有了一顶新帽子 彭彭对小弟弟的新帽子羡慕到快哭了 我也想要一顶能遮住耳朵的漂亮帽子 一位帽子裁缝搬到了彭彭他们村里 据说手艺还特别棒 我要做一顶帽子 遮住我又长又丑的耳朵 彭彭和小弟弟立马就去找帽子裁缝 六七五跑起来 嗯 先看看吧 帽子裁缝仔细打量彭彭的耳朵 还认真量了量尺寸 我会给你做一顶独一无二的漂亮帽子 彭彭高兴得要跳起来了 下午 阳光明媚 暖洋洋 彭彭的帽子终于到了 哇 到了 到了 我终于也有帽子了 哇 很不错嘛 彭彭想要向人炫耀一下这顶漂亮的帽子 走吧 哇 于是和小弟弟一起跑去了公园 哦 笑出了 哇 快看彭彭的帽子 哇 看那底帽子 很可爱吧 之前人们觉得彭彭的耳朵很神奇 现在 纷纷对他的帽子发出感叹 谁都不再对彭彭的长耳朵 说三道四 彭彭的心情大好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这么好看的帽子 耶 彭彭彭来到了朋友们所在的攀登架 啊 我可以 哇 小熊差点从树上栽倒葱 是彭彭用长耳朵救了他 小熊说 彭彭 谢谢你 彭彭彭哼着歌去了小溪边 哇 怎么办了 许多昆虫在小溪边急得直跺脚 啊 彭彭赶紧用长耳朵搭起了一座桥 哎哟 哎哟 虽然漂亮帽子破了个小洞 但彭彭觉得没关系 昆虫们说 彭彭 谢谢你 彭彭和小笛笛走进了森林 狂风吹得呼呼响 人们的帽子远远地飞走了 气球和树枝飞走了 就连小笛笛也飞走了 救救我 彭彭用长耳朵紧紧抓住了小笛笛的翅膀 别害怕 笛笛 彭彭 谢谢你 多亏你的耳朵救了我 哎哟 我的帽子 彭彭和小笛笛去湖边坐上了鸭子船 在那儿呢 被风推走的帽子在湖面上飘来飘去 用力 用力 彭彭 快看那儿 突然 传来一阵轰隆轰隆声 鸭子船 鸭子船翻了 人呢 扑通扑通要进水里 抓紧我的耳朵 彭彭用长耳朵救了落水的人 彭彭的帽子湿透了 变得破破烂烂 不过没关系 因为救了大家的命 彭彭 谢谢你 多亏了你与众不同的帅气耳朵 我们才能得救 彭彭彭的心情变得有些微妙 之前总以为长耳朵又丑又没用 还不错嘛 彭彭和小迪迪回家后 干干净净洗了个澡 不知道为什么 彭彭不再讨厌镜子里的长耳朵了 彭彭 等等我 就算没有帽子 我的耳朵也很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